家中有这击重迹象 浴室驻兴旺发达诗人说 山雨欲来逢满楼 山中有雨 多半是有征兆的 狂风吹进了小楼 便是了 一个家庭会兴旺发达 还是会走霉运 也是有征兆的 并不是空穴来 风莫名其妙就发生了 家中有这击重迹象 浴室驻兴旺发达 不要错过 一家庭安静祥和 有贵气 前天下午 我的朋友阿良过生日 请了七八个亲戚朋友 回家吃饭 这年头 请人回家吃饭的朋友 真心不多了 也弥足珍贵 到了阿良家里 看到他家的墙壁上 装修了几个书柜 我羡慕阿良 你家真好 处处有书香 阿良说 书柜有很多 但是没有人看书 惭愧 我忽然发现 书柜里的书 多半没有拆封 还有的书 上面有了很多灰尘 最令人惊讶的是 有的书是空壳子 就是用来撑台面的 当然 阿良的孩子 读书成绩也很一般 一个家庭里 有各种各样的书柜 但是没有人愿意读书 真的不可思议 现实生活中 家中有书柜 但是家人不喜欢 读书的家庭 并不少 真正兴旺发达的家庭 有没有书柜 没有关系 关键是家人热爱读书 一个家庭 大家都在读书 家庭就会变得安静 吵闹就会减少 越安静越高贵 古人说 富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家庭有了书生气 气质就提升了 家人个个才高八斗 自然就贵气了 学识是成大业的根本所在 家人读书多了 家庭安静了 兴旺发达 就有了基础 二 家庭年年有余 有底气 有存款 就是一个家庭的底气 一个家庭没有一定的存款 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哪怕是有发财的机遇 也抓不住 有人说 家庭里80%的矛盾 是因为没有钱 柴米油盐 孩子上学 穿衣旅游 走亲访友 没有钱就寸步难行 如果家里没有钱 还会被人看不起 和别人交往的时候 说话都没有底气 一个家庭里的存款 从哪里来呢 一方面靠努力赚钱 一方面靠节约 有的家庭 男人努力赚钱 女人在家里乱花钱 还养了一个败家子 这样的家庭 不管收入多少 都会走向衰败 兴旺发达的家庭 必须是家人 一起努力存钱和赚钱 各个都有结余意识 三 老人健康长寿 有福气 身上无病 心中无事 就是福气 很多家庭 因为有一个病人 导致全家遭殃 治病花光了钱 还拖累了亲戚朋友的人 一般来说 老人生病的概率 更大一些 如果老人能够爱惜身体 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并且力所能及地帮助晚辈 那么家庭就会出现 其乐融融的局面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健康的老人 就是家庭的宝贝 老人不健康 多半讨人闲 久病床前无孝子 不管是谁 遇到一直卧病在床的老人 也会皱眉头 四 家庭干净整齐 有人气 当你走进一个家庭 看到家里乱七八糟 到处是垃圾 估计你会马上退出去 根本就没有九代的想法 当你吃饭的时候 时不时吃到一粒沙子 还看到有苍蝇乱飞 那么你肯定没有胃口了 当你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出门 别人都会看不起你 甚至认为你是一个乞丐 很没有教养 只有干净整齐的家庭 才能留住客人 才能够让家人 有宾至如归的幸福感 家庭干净 其实是家庭的文化底蕴 是家庭教养的具体表现 家庭越干净 家人个个都会想住回家 亲戚朋友也会常来 家里的人气就旺盛了 有人气的家庭 更容易形成合力 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五 家人出入平安 有运气 十多年前 我还是一名货车司机 在司机队伍里 有一句俗语 只要平安回来了 就是赚了钱 不管你有没有赚到钱 只要平安回到了家 就是赚了钱 只要平安到家了 哪怕是亏本了 也有翻身的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 漂泊在外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生活 背井离乡 一个家庭里 有人出了远门 家里人就会担惊受怕 出远门的人 每天都向家里报个平安 家人才能放心 因此 平安的家庭 才能兴旺发达 不管现在有多穷 来年总会发大财 六 家人各个善良 有和气 一经云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老一辈的人做了善事 也许自己没有得到善报 但是他们的儿女会得到善报 一个家庭里 家人做了善事 是可以累积在一起的 是可以共同得善报的 比方说 老人帮助了别人 等别人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可以帮助老人的儿女发大财 也可以帮助老人的孙辈读好书 做善事 其实是考虑到了长远利益 而不是眼前的利益 还有 一个家庭很善良 就会和邻居 亲戚朋友 同事都相处融洽 让家人都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之中 故事后 有孟母三千的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家庭周边的环境很重要 天时 地利 人和是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上六个迹象 不管出现在哪个家庭 都会让这个家庭持续走上坡路 当然 家庭兴旺发达 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家庭发展有利的事情 不仅要多做 还要代代相传 几代人的努力 不仅可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还能得到群众的赞誉 一 最近 我陷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 生意接连失败 经济也陷入了一些麻烦之中 很是烦恼 晚上 隔壁八十岁的王大爷 找我聊天喝茶 我把自己的近况告诉给了王大爷 王大爷听了 鼓励我说 人生搁浅的时候 就是我们陷入人生困境的时候 要想办法找到这四个人 才能翻身啊 你当务之急 是要去找这四个人 找个一个 也许就能开始摆脱困境了 那么 王大爷所说的这四个人 究竟是谁呢 二 第一个人 能给我们薪资的老板 八十岁老爷爷说 人在困境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 也许 只是一份很简单 而且比较辛苦的工作 但是 这份工作 却能满足我们基本的衣食住行 也许 这就够了 所以 这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找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份工作的老板 如果这个老板 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份工作 那么 我们就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要学会隐忍 学会韬光养晦 学会慢慢地去累积自己的经济能力 到了一定的时间 当有人提供给我们机遇的时候 我们就能抓住机遇 走出困境 甚至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目标的 三 第二个人 能带我们走出困境的贵人 八十岁老爷爷说 人生搁浅的时候 除了要找到一份工作之外 我们还要去寻找能够实现自己再次翻身的机遇 而提供这个机遇的人 也许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也许是一个拥有某种资源的人 等等 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带我们走出困境的贵人 有了这个贵人的引领 我们就能抓住机遇 利用自己的能力 实现一飞冲天 从而让自己彻底翻身 而这个能够带我们走出困境的人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身在困境的我们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 他 四 第三个人 和我们同心协力的爱人 八十岁老爷爷说 老祖宗常常告诫我们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这个道理 在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 更能够看得出来 很多夫妻 在一方遇到经济危机 甚至一方落魄落难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夫妻本事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无奈结局 所以 人生搁浅的时候 我们已经身处困境 这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相依相爱的爱人 和他 他一起同心协力 共度难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有信心 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人生目标啊 五 第四个人 曾经丢失的努力的自己 八十岁老爷爷告诉我 其实 人生搁浅 人在困境 最怕的是 丢失了自我 一个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 特别是当自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 往往会作茧自负 甚至会自暴自弃 渐渐的 这样的人 就会钻入自己创设的牛角尖 难以走出 这样的人 就是在困境中丢失了自己啊 所以 陷入人生搁浅的困境 一定要懂得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己 那个曾经乐观向上 积极努力的自己 只有找到这样的自己 我们才能有激情 有信念 有毅力去改变现状 然后彻底地走出困境啊 六 建立人际关系 你要学会这四个冷 陈安之说 成功等于知识加人脉 知识占成功的百分之三十 人脉占百分之七十 人在社会上混 独处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强大 但不能让一个人真的混得风生水起 想要混得好 就要依靠人帮人的规则 一个人在社会上混 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帮忙 有群众的好口碑 一定混得不差 这是众人石柴火焰高的道理 如何汇聚人脉资源 一方面靠人品好 一方面靠自己的实力 还有一方面靠掌握求人的技巧 建立人际关系 你要学会以下四个冷 一 冷庙烧香 求人要有地方食 热闹的庙里 有很多香客 拥堵不堪 你家在人流里 庙里的神仙 也许根本就没有看到你 冷冷清清的庙里 香客少 你在庙里的神仙眼里 就是贵客 他一定会对你多加关照 同样的道理 你去人多的酒店吃饭 老板没有时间和你打招呼 服务员也服务不太周到 小店里人少一些 老板会认真招呼你 服务员为助你转 任何一个单位里 都有好几个上司 你到底要靠近哪个上司 如果你和热门的上司结交 他多半对你不够热情 因为请他吃饭的人 都排住长队 你和冷门的上司结交 他会觉得受宠若惊 对你也特别关照 在关键时候 他也有话语权 可以推荐你到更好的岗位上去 你的圈子里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 你要和那个熟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你要综合考虑一番 和实力不错 为人耿直 并且有时间管你的人多交流互动 求人要权衡利弊 不能盲目去求那些热门的人 别人的门槛都被挤破了 也不差你一个 求人要精准 你才能不浪费时间 才能真正实现大树 底下好乘凉 二 冷静思考 欲是要善于分析 阿谀奉承的人 其实是在捉弄你 拼命让你高兴 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当头棒喝的人 其实是在帮助你 虽然话很难听 但是他真的想帮你改正错误 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口无遮拦的人 虽然令人讨厌 常常说错话 但是他没有歪心 不会背着你使坏 有任何事情和问题 都当面说出来 并且第一时间告诉你 闷不作声的人 是不起眼的人 但是他对人对事都看得很清楚 一旦发声 就能够说中要害 能够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要学会察言观色 把别人的言行看清楚 然后冷静分析一番 看看谁是真的帮你 谁是一个好心人 谁是暗中伤害你的人 只有冷静思考之后 才能够更好地做到趋利避害 远离祸事 靠近喜事 三 冷眼旁观 揣住明白装糊涂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如果你无法保持冷静 还常常被脾气控制自己 那摩你一个真心朋友 都遇不到 你大发雷霆的时候 会得罪别人 也会破坏自己的形象 你表情难看的样子 在别人眼里 就是一个不靠谱的样子 越是人多嘴杂的时候 你越要保持沉默 你默默地观察身边的一切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对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之后 你不要急着表达出来 甚至别人问你 也不要说 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要心中有数 谁是靠谱的人 谁是面善心黑的人 谁是放长限钓大鱼的人 谁是虚伪的人 你都一清二楚了 然后你在汇聚人脉的时候 就能够做到有地方使 亲君子 远小人 宁愿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这样的古训 就是告诉我们 要和君子多交往 可是如何发现君子 还得你自己想办法 旁观一个人 要掌握以下几个诀窍 第一 看他的过去 一个人过去做了坏事 说明他的人品不太好 如果他不知悔改 说明他以后也不值得交往 知错能改的人 才值得交往 第二 看他身边的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身边的人 和他有很多类似点 坏人和坏人在一起扎堆 好人和好人一起共事 第三 看他的理想 毫无理想的人 你和他在一起 也没有出息 他的人生的迷茫的 还指望你来帮他引路 也许他会拖垮你 有远大理想的人 才是有正能量的人 值得交往 第四 看他处理急事的方法 一个人预示之后的第一反应 往往说明了他的能力 一个不冷静的人 总是把事情搞砸 你不要和他交往 能够集中生智的人 是能力很降的 值得交往 四 冷暖自知 靠谁不如靠自己 一个人最好的人脉 就是优秀的自己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你才能够汇聚更多的人脉资源 一个烂泥巴湖不上墙的人 就是跪下来求别人 也没有用 有骨气的人 就是不求人 也会有人帮助他 好的人脉 就像一架梯子 可以让你顺利登上人生顶峰 你要明白 梯子架好了 潘灯还得靠你自己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用心去做一件事 肯定做得好 用心去和别人交往 朋友圈肯定会扩大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德鲁克说 清理你的人脉 就像清理你的衣柜一样 将不合适的衣服清出衣柜 才能将更多的新衣服收入衣柜 人脉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要常常清理 把负能量的人踢出去 把正能量的人留下来 感情投资 也是投资 有风险 需谨慎 人老了 才知晓 普通人活着的意义 其实是为了三事 一 引言 时间就像离闲的剑 一旦开工 就只能向前 没有回头的办法 他不会为任何人停留片刻 林语堂说过 人生真是一场梦 人类活像一个旅客 乘在船上 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 在某一地方上船 在另一个地方上岸 好让其他河边 等候上船的旅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既然人人都会死去 那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为了钱 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是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将赤条条地离开 金山银山在人走后 都是空山 也有人说是为了名利地位 众人追捧又如何 平平淡淡又怎样 它和金钱是一样的虚无 当你来到了人生暮年 才会知晓 普通人活着的意义 其实就是为了三件事 二 养大女儿 体验为人父母的苦 生命是一个传递的过程 人来这个世间 是为了养大儿女 体验为人父母的苦 养育儿女 有很多的快乐 但是 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人生活着 本不易 养育孩子的路上 看着墙堡中的婴儿一天天长大 求学 成家 立业 父母的肩上 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孩子病了 要没日没夜地照顾 孩子哭了 紧张地问他遇到了什么事 孩子所有的一切 都能牵动父母的心 养儿育女并不容易 只有自己真正做了父母之后 才会明白 为人父母的苦 不仅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思 而且 养一个孩子的前数年加起来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人活一世 总会体验一场养大儿女 为人父母的苦 从中感知到生命的强大 以及理解自己的父母 是多么辛苦 三 送走父母 感受为人子女的乐 人活一辈子 被父母养大 被父母爱 是一种幸运 然而 与父母之间的缘分 是有限的 当你长大时 父母便渐渐变老了 鲁迅说过 父母存在的意义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 而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 你的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会感受到温暖 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人活着 会感受为人子女的乐 在父母的陪伴下 被欣赏 被鼓励 渐渐长成独当一面的大人 而当父母老了 陪伴父母 照顾他们 看着他们一点点地老去 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感受到爱的珍贵 普通人的一辈子 活着的一部分意义 是为了体面地送走父母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有了和父母的共同回忆 让这平凡的人间变得闪闪发光 渐渐体会到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 从你养我小 到我养你老的这个过程 是充满爱意与幸福的 四 活出自我 体验这世间的风采 行走于世 每个人都会体会到 这个世界的痛苦与幸福 无论你接不接受 好的坏的都是历程 普通人的世界里 奋斗一辈子 也很难有很高的成就 但是 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我 去体验这个世界的风采 这 大概就是活着的意义 摩西奶奶到了晚年 才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 原始派画家之一 可谁又能想到 她的前七十多年的人生 是一名农妇 在摩西奶奶八十岁那年 她的画展引起轰动 此后 她的作品热卖 她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来这世间一趟 总要活出自我 才算不辜负自己 每个人 都可以过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如果 总是浑浑噩噩的 过一天算一天 生命在跳动 却没有灵魂 此时活着才算失去了意义 人生一辈子就是在体验 成长和创造自我价值 其中会经历生命的脆弱 看透人性的残酷 但无论如何 生命值得被认真对待 人生在世 好好活着 父母在 儿女健康长大 自己也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这已经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人生悠长 静静品味 以感恩的心去开启每天的生活 好好活着 便意味着胜利 生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往后余生 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其他的顺其自然 五十岁后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人到五十之天命 五十岁后 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到了五十岁后 我们都要知道 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才能更好地度过余生 让自己拥有幸福和福气 前半生我们一直在忙碌 后半生我们都要好好生活 很多人都是在前半生 经历了磨难和风雨 才懂得了人生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到了五十岁后 你的内心平和起来了 节奏慢下来了 那么你应该是明白了自己的生活 从而好好的活着 一 身体健康最重要 五十岁后 人生进入了后半程 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在渐渐地走下坡路了 但是有的人就坚持锻炼身体 那么身体老去的速度就慢一些 但是也有很多人 依然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 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总是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更容易出现问题 五十岁后 人走在了渐渐老去的路上 身体好 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健康 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要透支身体 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操劳 而不懂得休息 累了就要好好休息 按时吃饭 好好睡觉 保持好心情 就是最好的养生 人生下半场 拼的就是身体健康 二 心态最重要 人到五十岁后 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情 不要自己的成就如何 不管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心态都是最重要的 拥有一个好心态 才能拥有好的人生 其实很多人一遇到事情 还是不够冷静 还是很暴躁 很容易动怒 一生气起来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 有的人总是充满负能量 爱抱怨 爱生气 爱跟别人较真 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好 就总是跟别人发生争吵 有的人因为年龄的问题而焦虑 看着自己脸上的皱纹多了 头发渐渐白了 容颜不美丽了 就担心受怕 害怕自己年老色衰了 就被人抛弃了 心态好 生活才会好 五十岁之后 保持好心态 才能拥有好心情 凡事都要学会看开 看淡 不要想那么多 烦恼就没了 三 攒钱 很重要 人到五十岁 要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着想了 也要懂得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谋划 趁自己还能干 就要好好保住自己的工作 努力攒钱 守住自己的钱财 不要贪婪想赚大钱 更不要走步伐 手段去赚钱 人一旦走错路了 那么后半辈子就完了 五十岁 好好攒钱 也要稳住自己 走正道 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掺和太多 不要管那么多闲事 脚踏实地赚钱 才是最明智的 唯有好好攒钱 自己的晚年生活 才有着落 我们不能总是去指望别人 人生最好的依靠就是自己 我们要学会靠自己 自己有钱 才有底气 才有选择 自己都里有钱 想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 想过的生活 都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五十岁后 好好为自己负责 从现在开始 换一种活法 好好攒钱 积少成多 老了才有保障 四 家庭 比朋友更重要 五十岁后 我们要学会换一种活法 懂得断舍离 学会远离一些不重要的人 断交一些无意义的朋友 要学会以家庭为重 人到中年以后 家庭是最重要的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其实就是家庭幸福 看着家人和睦 有家人支持和疼爱 有家人等着你回来吃饭 说说笑笑 比什么都真实 比什么都要幸福 五十岁后 好好珍惜自己的家庭 经营好家庭 跟家人好好相处 唯有家人 才是无条件对你好的人 才是真心帮你的人 唯有家庭 才是你的港湾 人生后半场 与伴侣相互扶持 与家人相互依靠 家庭幸福 就是真正的成功 我养了 才看清了人性 三年疫情 真的验证了阴性 阳性 还有人性 平日看似友好的朋友 遇到疫情风控 好像连信息 也被封住了一样 那些普普通通的朋友 时不时的会问问家里 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需要帮助的 吃喝还有没有 平日看似友好的朋友 冒着解封的热流 带着难求的抗原来看我 我真的已经背了一些 平日看似友好的朋友 得知阳了之后 客套性多吃水果多喝水 这类的话 还是有的 普普通通的同事和朋友 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 已经把蔬菜和水果放门外 自己走了 往往越小的事情 越能看透人心 疫情其实是一面照妖镜 它照出了人性和现实 当你最脆弱的时候 你才发现自己的另一半 是人还是鬼 婚姻是一种契约 但是更需要的是 肝胆相照的勇气 需要的是 风雨同舟的恩情 这样的话 即使自己痒了 也并不可怕 因为始终有人陪绑在你身边 给你关心和照顾 但是看到一些人 在疫情之下 才被寒了心 也看清了人性 有一个孕妇 都快要临盆了 挺着大肚子照顾 养了的孩子和丈夫 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婆婆 却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生怕自己被感染 家里什么事情 就让一个孕妇 就不怕孕妇被感染 孕妇看着婆婆 真的很寒心 而只有她的妈妈 才会心疼她 在千里之外 担心不得了 而婆婆 就心安理得地躲着不出来 平时宝贝长宝贝短 有啥问题了 就躲着 真的很令人寒心 当孩子和丈夫快好了 而孕妇却羊了 幸好丈夫还照顾着她 不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在网络上 也看到这样一条故事 有一个人发布了一句话 只是羊了 又不是挂了 转印第一件事 就离婚 这样的家庭怎么过 往下看才知道 原来她羊了 婆婆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可以理解 以为丈夫会留下来 照顾她 却没有想到 丈夫也跟着回去了 留下了自己在城里 有人评论说 羊的时候都这样对待你了 还能指望 有个大病大灾的时候 照顾你吗 真的是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正所谓夫妻本事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人性有时候很难想象 当人性向恶的时候 哪还有那么多的 无缘无故的爱 都是互相利用 到了真正要用到彼此的时候 才能看清楚 对方的嘴脸是怎样的 这个社会现状就这样 首先你就得做一个 人间清醒的自己 总比自己骗自己要好 当你需要照顾的时候 身边人却只顾自己 在关键时候 离你而去 只会换来失望和心寒 夫妻原本就是共患难 同甘苦 当你养了之后 对方不仅不照顾你 而且嫌弃你 那么这场疫情 不仅测出了阳性 还见证了人心 遇是见人心 一个人对你是真心的好 还是没那么爱你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了 人与人之间 最终归于人品 跟人品不好的人在一起 始终是不会长久的 甚至你会过得很累 很不幸 当一场病 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好好爱自己 永不延弃 人生才会饮水 永远在流 时间永远在向前 生活永远在继续 这世界不管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努力不放弃 人生才会赢 送走昨夜的黑暗 是为了迎来今天的朝阳 过去了的昨天 无论怎样苦痛 都已经是陈年旧事 无论怎样辉煌 都是昨日黄花 过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才能有明天的体面和花开 我们曾以为人生很漫长 不过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们曾以为人生有多美好 却有太多的遗憾和伤痛 我们总是在追求幸福 却不知道幸福就是 心灵意识的满足 和对眼前当下的珍惜 让过去的成为故事 无论怎样失败 遗憾 伤痛都要放下 因为那是人生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不是每一朵花都会有结果 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 都会有成功 不是每一段感情 都会有好的结果 生活有好的开始 却不一定有好的结局 人生总是不如一事 十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让时间给自己的失败 接一个伤疤 让时间慢慢愈合心灵的伤口 如果还在黑暗中行走 就要为自己提一展登陆 照亮前方的路 人生的苦与伤痛都不可避免 就要让自己学会接受和成长 坎坷和磨难是人生的历练和考验 让过去的经历成为人生的故事 不要背负住昨天的遗憾 负重前行 学会看得破 放得下 向阳而生 向死而活 有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 一定会有明天的成就和成功 人生要学会看淡 放下 为自己的心灵扫出一片天 才能升起明天的太阳 你不放下又如何 你对过去越纠结 越遗憾 只能在失败的阴影里徘徊挣扎 失败的只能是昨天 生活永远在继续 勇敢地和昨天告别 才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不担忧明天和未来 明天的太阳会按时升起 明天会不期而遇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要总是担忧明天和未来 变成了启人忧天 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而虚度了今天 明天很美很虚无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是世代明日 万事成蹉跎 今天的事 不要拖到明天去解决 明天有明天的事等住你 你可以规划明天 却不要指望那是事实和结果 明天是今天的继续 也许今天是晴天 明天会有风和雨 明天虽然可期待 人生却会有太多的意外 人生的失败 往往指望明天 而浪费了今天 没有努力的等待 注定是一场空 你有多希望就有多失望 你在今天努力了付出了 才有明天不期而遇的收获 生活在继续 无论你愿不愿意 明天的太阳会暗时升起 你准备好了吗 用所有的努力 希望在明天遇见爱情和幸福 遇见最好的自己 人生唯有把握今天 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才是活着的真实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走在今天的路上 无论你遇见了谁 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要告诉自己 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地活下去 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活着是为了快乐和幸福 不要眉头紧锁 不要愁容满面 不要怨天恨的 生活对每个人而言 都不会完美 唯有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积极地去面对 才是正确的选择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难唱的曲 面对生活的难题 唯有想办法解决 才能度过那些难关 才能让自己快乐解脱 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人生唯有把握今天 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让内心充实快乐 才会有幸福 太多欲望 就没有了内心的安宁与从容 太在乎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就是逼自己承认自己的无能 太纠结生活的鸡毛蒜皮 你对我错 事实非非恩恩怨怨 就是小心眼 人生唯有放空自己的心灵 放下一切 心中才能住得下幸福安宁 人生往往对幸福的期许太高 也就有太多失望 以为明天有多美好 明天来临时 还是和昨天一样会过去 幸福是心灵的 就在每一个活着的当下 那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 不是祈求 也不是遗憾 事者如私服 不舍昼夜 人生永远在继续 时光一去不回头 好好活着 永不言弃 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扫尽心灵的尘埃 让自己的心中幸福永住 今生 我愿魏连美闻夏日 忽然想起一朵连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 挨挨挤挤的那样 只是一朵 亭亭玉立 在水一方 在心一余 一朵连 一首诗 一阵风 一抹香 一个夏天 一方水土 一份心情 一连幽梦 只要你是能够想到的美 都可以是一朵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今生 我愿魏连 出于泥而不染 人心叵测 良有不齐 人心本无染 但社会有尘埃 吃过了被算计的苦 饱受了爱情 分分合合的痛 看透了人心冷暖 忽然变得沉默寡言 也学会了算计别人 一报还一报 本是尝试 但渊源相报 何时了 损毁一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人 其实也作恶 是不懂得宽容别人 没有学会 以德抱怨 如帘的人生 走到哪 都是纯洁的 都是善良的 从来都没有要坑害谁 即便自己一次次被人打压 被诬陷 还是坚持做自己 牢记人之初 性本善 今生 我愿魏连 不卑不亢 不闹腾 不寂寞 也许 一朵花 独目不成林 但没有关系 正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何必拼命迎河水 遇到比自己强大的人 依旧和人平视 不低头 不阿谀奉承 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 不欺负 不侮辱 以礼相待 人生 总是想要过的繁华 从市井小民 到达官贵人 谁不想发财 谁不想挤进更大的城市 于是乎 拼命想住 拼命干住 拼命追求住 你争来争去 争什么 赢了什么 输了什么 到头来 人生不过一堆黄土 所拥有的 都是别人的 所以 我愿如连 即便孤孤单单在和堂 也不卑不亢 不去闹 不去争 但人生不寂寞 为了自己而活着 做自己 活自己 才是活人生 今生 我愿未连 无惧风雨有多大 心存阳光 人生总有挫折 还有过不去的坎 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你努力 也没有用 你注定不是最强大的人 一个人的力量 相对于世界 都是以卵基石 只有心的强大 可以强过世界 就像一滴水 虽然很小很小 但也能折射阳光的七彩 可以透过一滴水 看到世界 强大的心 宽广无垠 如大海一样深不见底 如高山一样伟岸 如草原一样辽阔 如帘的人生 不惧人生起起伏伏 即便是最大的阴霾 也不能让心灵变得脆弱不堪 不能掩盖生命的光辉 如帘的人生 乌云密布 雷声轰隆 急风狂舞 都无所畏惧 心中的意念 风雨之后 是彩虹漫天 今生 我愿为莲 可以轻舞 可以流泪 可以笑对人生 如帘的人生 也会流泪 很自然流露 真性情 看 那是莲花上的一滴水珠 啪的一生 滑落池塘 也许还有很多水珠 就像人生泪千行 风过 连折腰 风走 依旧毅力和堂 雨来 无处躲藏 雨过 还是对天笑 冷月下 脸有清净之美 阳光下 脸有热情之美 浓妆 淡膜总相宜 美就是美 什么时候都美 什么角度都美 我愿为莲 有真性情 有独立的个性 有自己喜欢的身姿 有不羡慕的姿态 即便无人欣赏 也有一汪清水里 有波光淋淋的倒影 就像你很孤独的时候 还有影子陪你说话 人生哪有真正的孤单 今生 我愿为莲 静待秋月 化成残河 静守时光轮回 相对于时间 我们都是过客 匆匆忙忙几十年 漠然回首 只有深深浅浅的脚印 在树说过往 等你老了 就像一只残河 在水中苟延残喘 但依旧很美 次连不知秋风急 落下枝叶上在意 其实藕根中难断 明早春风又成脸 是不是 你的人生 也有轮回 冥冥之中 静待来生再逢春 万物都有轮回 你尽管努力 即便今生一事无成 但你会感激努力的自己 创造了伤痕累累的强大 你会感激伤害你的人 成就了完美的自己 你会感激生命 三生三世的轮回 此生 我愿未连 立在爱我的和堂之上 任由风雨 划过每一寸肌肤 来来往往的人流 总有人为我停留 匆匆忙忙的时光 总有一些经验 算不得最美 但已经足够美了 此生 我愿未连 懂我的人 不是赏花 是赏心 不懂我的人 来了 有何用 人活着 一切看清 有些人 对于一切看得很重 总是很操心 总是顾前顾后 以为自己不够重视 那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价值了 有些人 学会对一切看清 不会有太重的利欲心 也不会有太重的得失心 人生过得知足 人生过得踏实 换作是你 你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也许 选择前者会太累 选择后者 你会很轻松 其实人活着 对于一切 没必要看太重 让自己的心 回归释然 让自己的心 回归于安静 这或许 才是真正的人生 不要在意那么多 不要看重那么多 有时候 你不在意了 有时候 你不看重了 很多事情 反而变好了 很多事情 反而变顺了 人活着 最主要是活得踏实 最主要是活得心安 这或许 也就是活着的意义 这或许 也就是活着的幸福 人活着 一切看清 别不知道 一 学会看清 心就通透了 等你学会了看清 你才深深地明白 你的心通透了 你看明白很多事 你看透很多事 你不再执着 你不再有执念 是啊 人活着 就是要学会看清 如果说学 不会看清 肩上的担子 就会压垮 自己的肩膀 很多有的 没有的 你都会往 自己的肩上扛 到后来 你才发现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到后来 你才发现 自己根本就是 不堪负重 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何必要如此消耗自己呢 学会看清一切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通透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轻松 也许 你的心乱 也许 你的心烦 就是因为 你放不下 你不看清 人生才会越发的艰难 请学会看清一切 让自己的心不再庸人自扰 让自己的心平和 让自己的心安静 让自己的心通透 二 所有困惑 都是因为看太重 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困惑 就是因为我们看得太重 就是因为我们学不会看清 在意的东西太多了 在乎的东西太多了 总觉得 世间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看重 看重才显得自己的重视 可是有些东西不属于你的 就算是你看得再重 又怎么样呢 到了最后 还不是照样失去 对于任何事 任何关系 不要再看重 学会看清 任何关系 任何事 你在乎的太多了 你在意的太多了 最后 你往往会失去 最后 你往往会得不偿失 有一句话这样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或许就是 说明你不必太看重 你不看重了 你学会了看清 很多关系 也往往更能够长久 请保留一点 请不要全部付出 因为热情是会消失殆尽的 人活着 学会看清吧 你看清了 反而有些东西不容易失去 反而有些东西更能够稳固 人活着 没有困惑 从学会看清开始 三 人生匆忙 别太计较 时间真的好匆忙 人生真的好匆忙 这么匆忙了 那就别太计较了 对于一些事 别太计较 对于一些人 也别太计较 你不计较了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豁然开朗了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豁达了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更加的明亮了 人活着 老是去计较太累了 殊不知 肩上能扛的责任 也是有限的 并不是 你想扛多少 就扛多少 何必太累呢 何必太较真呢 人活一世 图个简单 图个心安 不好吗 看清一切 人生不累 看清一切 一切皆好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我们到底抓住了什么 我们到底该珍惜什么 什么才是我们的 或许 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计较太多了 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 花在有限的事情上 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才是最重要的 人活着 别太计较 学会看清 让自己的人生开心一点 让自己的人生快乐一点 让自己的人生从此无烦恼 四 人本快乐 看清就是最好的归宿 人哪 本就是快乐的 本就是无忧愁的 因为 人本就是纯净的 无欲无贪 这才是人的最真实的模样 学会看清 让自己的人生回归到最初的模样 回归到最初的归宿 人这一辈子 人这一辈子都要在做功课 做着修身的功课 人贪婪了 人有欲望了 那就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无欲无求 一身轻 学会看清 人生才会美好 学会看清 这才是人生最好的归宿 心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杂念 心里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念 心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欲望 人生也就彻底的轻松了 人本快乐 人生就是应该如此 能让你忧心伤感的事应该不多 能让你伤心快乐的事应该很多 人活着都不容易 何必要让自己一身累 人活着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看清一切 让人生顺起来 转眼 我已经人到中年了 而爷爷也已经进入了冒蝶之年 高瘦九十了 这天 我回到乡下 看望年迈的 但依然精神绝朔的爷爷 我和爷爷聊起人生 聊起事业 也聊起家庭 当听说了我最近朋友众多的时候 爷爷脸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他警告我说 一个家庭 别常来这四个人 否则后患无穷 那么 我爷爷所说的这四个人 究竟是谁呢 第一个人 酒肉朋友 爷爷说 一个家庭 要想平安祥和 就尽量不要被酒肉朋友打扰 一个家庭 如果经常来一些 喜欢喝酒的酒肉朋友 那么 这样的家庭 必然会陷入麻烦之中 一来 家庭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二来 家庭的卫生环境 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 家人孩子的休息 也会受到打扰 一个家庭 如果经常受到酒肉朋友的干扰 出现了这么多的影响 这个家庭 肯定难以安宁 这对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 势必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有的家庭 甚至会陷入很大的烦恼之中 后患无穷 第二个人 张头鼠目的人 爷爷说 一个家庭 要果断拒绝张头鼠目的人出现 虽然古人说 人不可貌相 其实 在很多时候 人是可以貌相的 一个人 如果长相不怎么好 但是 他们却心地善良 那么 像犹新生 这样的人 反而会出现 慈眉善目的特征 相反 一个人心的不好 心机深重 对人不是真诚对待 那么 这样的人 在长期的心理暗示下 必然会形成明显的张头鼠目的特征 而这样的人 一旦长期出现在我们的家庭中 那么 我们家庭成员什么时候成为他们利用的对象 还不知道 到时 我们不但会哑巴吃黄脸 而且 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隐藏在我们身边 实在是后患无穷啊 第三个人 违法犯罪对象 爷爷说 一个家庭 除了要杜绝 酒肉朋友 生恶相之人外 还要提防那些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业的人 这样的人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会后患无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从事违法犯罪行业的人 往往比较胆大 而且行走社会 能说善辩 和这样的人长期在一起 我们必然会被他们掀入为主 被他们的言论和所谓的道义洗脑 而一旦他们常来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家庭成员造成的危害 是毋庸置疑的 长此以往 我们家庭必然会陷入后患无穷的境地 有时候 家破人亡也可能会出现呢 第四种人 暧昧的异性 爷爷警告我说 一个家庭 夫妻和睦 彼此尊重 很重要 俗话说得好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一个家庭 夫妻同心 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基础和根本 如果一个家庭 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那么 必然会给这个家庭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 所以 我们一定要 避免身边的那些 喜欢玩暧昧的异性 长期出现在我们的家庭中 这些人一旦常来我们的家庭 或者藕断丝连地和家庭的某个成员纠缠不清 那么 这必然会造成夫妻感情的变异 渐渐地 这个家庭就会出现分散离崩的危险 长自以往 后患无穷啊 这些人一旦都会出现分散离 这些人一旦都会出现分散离